嗨 大家好 我是降噪 上集我们看到 警方让王瑶看监控 王瑶看到杨阳 一咬定杨阳是凶手 之后就过来找杨阳 杨阳有点逃避王瑶 王瑶感觉一定是杨阳干的 没有别的废话 上来就是干 杨阳还是一个孩子 哪里打得过王瑶 周春宏之后也出来了 有人说我儿子肯定不行 两人干了起来 女人死吧起来也很猛 最终被邻居拉开 可王瑶不会放过他们 就认定是杨阳母子干的 老猪一女儿去世 肠子都关门了 没有心思哪里 王瑶还来找了警方 经经牙齿上的DNA 见识是女性 这就排除不可能是杨阳 王瑶就感觉不是杨阳 那就是他妈妈 王瑶跑到周春宏工作的地方 问周春宏经经出事的时候 他在哪里 周春宏却说自己在上班 时机那天他和马主任开房呢 王瑶之后就跑到工作人员这里 一问才知道 周春宏那天跟面就没有上班 这更加让王瑶感觉 经经的死和周春宏有关 直接跑到广播室 开始广播周春宏杀害自己的女儿 杨阳和燕莲他们也在附近 都听到了 王瑶的言语不是常人可以接受的 周春宏也是没招 被逼的没有任何办法 上周六他到底在哪 他说了他和马主任开房去了 细节就不多说了 这些周春宏都和警方说了 杨阳也听到了这些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说 可以找为什么要背着杨阳呢 母子的感情多少有点变化 这周的三万还没有打进来 看来东生不是一个手心的人 东生回家的时候 发现徐静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这娘们这次出去 看他玩得很happy 外面的男人比东生强 已经不打算住在这里 必须和东生离婚 东生也知道 徐静这几天一直和一眼男人在一起happy呢 他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要徐静留下就行 他很想挽留 可尝到外面男人思维的徐静 看到东生都感觉恶心 徐静还是和以往一样 经常会出来游泳 看东生的眼神就知道 他不会让徐静就这么离开自己 在周春宏没有公开和马主任关系的时候 马主任和他很好 关系公开了 马主任好像就不愿意和周春宏处了 马主任要找别的女人结婚 说白了玩够了 把周春宏甩了 这样周春宏很伤心 人到中间也有渣男 王妖还是感觉 金金的死和杨阳有关 就是没有证据 女人的纪律感真的很准 之后老猪就找上了杨阳 他知道杨阳很喜欢游泳 给买了一个眼镜 他问杨阳 金金出事的那天 杨阳是不是跟着他呢 这让杨阳感觉 自己爸爸也不相信自己 可杨阳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在老猪上厕所的时候 杨阳没想把眼镜还给爸爸 他居然在爸爸包里发现 爸爸在录音 这是在欺骗自己 杨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了很多很多感人的话 以前老猪在身边的回忆 这让老猪感觉自己太对不起儿子 以后再也不会不相信儿子 要做个好爸爸 徐静必须要离开这个家 东生在帮徐静搬东西的时候 悄悄把徐静的药给换了 这也面临着离开东生就会离开世界 在一次游泳的时候 徐静就溺水而往 没有人会怀疑到这是谋杀 就是意外溺水而往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老猪打算做个好爸爸 警察会带杨阳去游泳 夫妇已经等不及了 他弟弟已经不能说话 必须尽快手术 杨阳之后就过来找东生 不给钱就报警 等不了了 东生也答应他们 最近这几天会把钱准备好 等电话吧 竟然还是老的了 在杨阳他们取钱的时候 东生就收到了信息 在一打电话查询 就知道他们在哪里取的 东生并没有把他们一网打尽 而是悄悄跟上他们 严良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让杨阳再复制一张卡 等拿到钱之后 他会把卡交给警方 然后坦白一切 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和杨阳普普无关 杨阳好像不打算那么干 不过之后还是去复制了 老陈已经退休了 他也联系到严良 打算明天带严良去见爸爸 他们还不知道 东生已经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 老陈是一个好警察 已经退休了 做这些纯属帮忙 船上没人的时候 东生就过来了 在船上 东生便没有找到 自己犯罪的证据 老陈把严良爸爸的事情 和严良说了 他爸爸现在有点神志不齐 已经不认识人了 这对严良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他曾经答应过老陈 看过爸爸 不会乖乖回福利院 可现在普普的事情 还没有办好 还不能回去 只能跑 老陈肯定不能让严良 一个人四处在外流浪 四处在寻找严良 严良这个时候 就还和几个小部分撕拔起来 幸亏老陈及时赶到 然以严良的性格 不知道要干出什么事情呢 管不着 老陈很在乎这个孩子 他知道这个孩子本质不坏 东生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 他想到了高利贷 低息很高 不过这也是唯一 可以快速拿走钱的办法 网腰还是认定 就是杨杨干的 谁害了女儿 他就会让谁偿命 老陈可不相信会是杨杨干的 感动杨杨事实 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 要是被老婆再给狗死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严良都已经买好了全票 拿走钱就打算带扑扑走 就给他弟弟看病 严良买票干什么的 一切东生都监视着呢 看来东生的钱 并不是那么好拿的 故事又出了一个新角色 看这家伙造型就知道 所以好事不做 坏事做金的那种人 老陈回家想想 也是那么回事 自己现在不是警察了 有什么资格管严良 就开始和老婆商量 老两口子在家 反正也没有事情 老陈想申请 做严良的监护人 这家伙不是别人 兔子是王妖的弟弟 以前大家都欧的 跑路到缅甸 只是刚回来 本来也没有什么 可他发现金金不在了 王妖把怀疑 金金的死 和杨杨有关说了 老猪不相信 可兔子相信姐姐的话 老猪叫儿子游泳的时候 杨杨有点口渴 老猪去买水 杨杨这一猛子下去之后 再想上来又有点困难 被别人按住了 刚开始杨杨还以为是爸爸呢 这么一直按着 不让自己喘气 这是想要自己的命 不是别人是兔子 他是过来确认一下 金金是不是杨杨害的 要不是老猪来得及时 这次真够杨杨瘦的 小小年纪 反正是被吓得不欺忧 以后肯定还会再来找杨杨的 东升这边 就过来看看船的门窗 劳不劳苦 因为他准备了很多汽油 这几个孩子 能不能活下去 还真不好说 之后东升也就过来 找杨杨他们交易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交易并没有什么意外 30万他们也就拿到了 就不知道有没有面糊 老陈申请监护人的事情 很快就劈下来了 钱被杨杨拿走 明天会带着钱 和他们集合 送他们离开 扑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给了杨杨一封信 等扑扑走过之后再打开 杨杨刚走 东升却在后面跟着呢 捡起石头 这是打算把杨杨放倒 拿回自己的钞票 东升还没有出手 兔子领先一步 这家伙是不会放过杨杨的 还要搞清楚 今天是怎么去世的 到底是不是杨杨干的 东升看到有人 就不敢上钱 自己的钞票 并不是那么容易拿回来的 不过阎梁这时 打算出去送送杨杨 老陈这边也过来找阎梁了 阎梁看到杨梁被揍 二话不说 上来就干 就这两个孩子 哪里会是兔子对手 严梁这家伙拿起什么用什么 一招下去 居然让兔子流血了 他让杨梁他们先走 他来挡住兔子 兔子都能撕毁他 就在这个时候 老陈也到了 严梁分身之际 瓶子被抢走 兔子可没有什么废话 老陈到了 二话不说 直接送老陈都苗 严梁那是赶紧报警 接去护车 杨梁并没有逃脱 还是被兔子抓走 这一切都被东升看到 之后兔子不知道 怎么就挂了 第八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下集更精彩 这里是想到的电影 我是想到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